不愧是成都的天花板 一次性点面 它店里全部炸鸡 成都不只有红油火锅冒菜 还有美味酥脆的炸鸡 哈喽大家好 我是橘子 寻找炸鸡天花板 今天来到了成都 网上看了很多评论 都说这家是成都的天花板 一次性点面 它店里全部炸鸡 你好 店里请问可以拍摄吗 就拍自己 在外面吗 哦 在外面可以 就里面是不能拍的 好好好 谢谢 下子都上次了 上到视频的理事几点 要不要来口炸鸡几点餐 他们家的芝士球 28块钱4个 尝一下 它的底下还点缀了 海鸡碎 通口袋子 又低纸又拉丝 好莲 好吃 嗯 他们家的芝士球 是我最近吃到 我觉得最好吃的了 好燙 先来个芝士卧的 好鸡嘴 生意叶杂鸡 土水 鸡皮肉的 肉肉的 他们家的鸡鸡鸡还蛮大的 你只要点他们的芝士炸鸡 都会送一份芝士酱 摘一下 他们家的炸鸡 鸡肉本身的味道 会大于调料的味道 瘠蛋 吃起来 外皮超酥脆 里面还有鸡脆 炸鸡大紫灯炒 点辣口炸鸡 是吗 你好 等一下 小姐姐 我给你好好吃饭 辣味会偏重一点 这样是比较黏的 好吃 苦惠是成都的天花板 超好吃的 而且我感觉 她家琵琶腿的品质也不错 咬下去都是有汁水的 生意打得太幸福了 口感还是不错的 但是我觉得 她们家有一种成都人的爱意 就是接战会感觉比较随意 她有一点酱 粉红色的叫萝卜 好吃 最上面盖的是洋葱圈 这个的感觉像一道菜 这个是鸡翅 酸奶洋葱口味点的人 香蕉盐会小一点 我一直做着她有骨头的准备 但是我一直也还觉得 她好像是母骨的 它这个酸奶酱的存在感不高 我基本都是洋葱 不爱吃的姐妹就要劝退了 我找个鸡大腿 洋葱没有琵琶腿是吧 成肉的 骨骨骨骨 快蘸个酱吧 蘸点了一个酸奶酱 放这吧 为你们来一口 超级最饿的一口 酸奶酱 有这样啥都好吃了 由于说一香都有盐 还是炸鸡就得更香 搭配洋葱就好吃 拿鹽和火 本酱门嫡妮非常喜欢 海苔芝士味其实就是在原有的芝士上面 加了海苔碎 这裹上芝士粉的海苔碎 之前还蛮香的 你们如果来的话 选择一种口味就行了 鲜嫩多汁 我会觉得这一款有一点咸味 好像双冰里面的那个会更好吃点 是简腻的 不错不错 到他们打烊的时间了 剩下的我就打包走了 然后我简单总结一下 我觉得它家总体吃下的味道还是不错的 特别是炸鸡的品质 我觉得真的很好 而且它也是成都的必吃饱 我觉得最推荐的是 芝士还有甜辣的 你们就直接点他们家的双拼就可以 就不用另外单点其他的了 好了那今天视频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你们看到这里 一定要给GC点赞 评论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 一天好吃饭 天天开心 大会 今日一共消费242